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杨慧是吗 你还是这样决定了 对不起啊 老板 我调查了一下 这个宋子涵瞒着赫敏 跟陆锋合开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 利用朗月集团转投资名义 在市场上小范围放风 已经有一些散户 被他们放出的利好消息给吸引过去了 原来陆锋的如意算满 就是利用宋子涵来扩张他的失业版图 对 这个陆锋 把这些女人当成那成功的台阶 一步步践踏着别人的情感 为的就是谋取自己的私利 他真是太可恶了 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平步青云 等着吧 迟早有一天他会摔得很惨 洛美小姐也不知道喜欢他哪一点 这人也真是奇怪 难道只要是爱上了 不管对方是什么样的人 都会无怨无悔吗 你说完了没有 老板 我又多嘴了 这一次我一定要彻底地给陆锋一个教训 让他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喝茶 谢谢 哥 我带妈出去走走 不耽误你跟药辉聊正事 妈 我们出去散散步吧 走 姚慧 今天你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们收到可靠的消息 陆锋打算利用跟宋子涵合作开公司的名义 开始吸收朗月集团的资金 打算掏空朗月集团 陆锋要跟宋子涵合开公司 我想我不用多说 你也一定知道 陆锋是在用哪一种肮脏的手段 也由宋子涵跟他合作 不仅如此 宋子涵已经开始利用朗月集团的名义 替他们新公司的大笔贷款做担保 用不了多久 整个朗月集团都会被拖下水 为什么呢 这个诺子涵 她实在太糊涂了 陆锋一直想置坝于死地 她还跟他鬼魂在一起 又会 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消息 我一定想办法 不让陆凤得逞 对不起叔叔 我最终还是没能让乐美 看清陆凤的真面目 请您原谅 爸 我希望您能够保佑乐美 让她能够尽快 快地清醒过来 也希望您能保佑我 让我早日找到 陆凤害你的证据 又会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切断老爷集团 对陆凤金钱方面的支持 我绝对不会让这个混蛋再得逞的 好 那我先走了 浩天 乐美不见了 乐美不见了 妈你说什么 你别着急 你妈妈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那个 那个大坏人他 就是那个 那个 楚 楚 楚振华 他他他把乐美抓走了 我找不到他 楚振华很有可能是为了报复陆凤 才抓走乐美 浩天 我们现在就去找陆凤 楚振华一定会去找他 凯文 麻烦你照顾我妈 哦 好 放心吧 走 乐美 阿姨阿姨 你别着急啊 兵辉 你别冲动 陆凤 楚振华把乐美抓走之后 他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 你说 楚振华把乐美抓走了 我怎么知道 楚振华一定是你吧 一定是你想要抢回乐美 才联合楚振华 把他帮走了是不是 肯定是你 楚振华 别再演戏了 楚振华抓走乐美 就是为了找你报仇 他不可能没跟你联系过 我说了 没联系过就是没联系过 我不知道 浩天有线索吗 没有任何线索 罗峰 乐美她那么爱你 她现在肚子里 还怀着你的孩子 你作为她的老公 你忍心她为你送死吗 你废话 我说过我不救乐美了吗 乐美是我老婆 要求我自己救 我不需要她在这儿成英雄 她到底把乐美关在哪儿了 你远路 三百八十一号 快走 等我把乐美平安救回来 再给你算账 警察怎么来了 谁报的警 还用说吗 一定是陆锋 那现在怎么办 如果楚振华还不出来 警察就可冲进去 走 警察同志 警察同志 两位 你们不能进去 我叫张浩天 我的妹妹现在就在里面 现在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况 很焦虑 如果现在要是冲进去的话 她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 所以请您让我进去跟她谈一谈 说不定 我能劝她把人质放出来呢 警察同志 请让我也进去吧 我 我是她的 她是里面嫌犯的儿子 犯人现在虽然很焦虑 但是我有办法安抚她 让她出来自首 我知道两位 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是 嫌犯手里可能有凶器 你们进去 太危险了 请你相信我 现在我妹妹她怀有身孕 多待一分钟就是 多一分钟的危险 我求求你了 一定让我们进去 怀孕了 是 那就好 我给你们十五分钟时间 好 如果十五分钟之后 还不能劝服她的话 我们会马上采取行动 好 谢谢 我们走 谢谢 注意安全 谁 是我 楚遥辉 开门 杨辉 别乱动啊 杨辉 洛美 你不能关起来 关起来 别过来 哥 洛美对不起 让你受苦了 他要怪你怪陆冲 我告诉你 要不是因为他怀了 杨辉的孩子 你早就看不到他了